另外一件事 黃珊珊太不尋常 他照理來說是最懂精華城的人 可是他到現在 連被問都沒有被問 再加上黃珊珊最近的幾次發言 臉書貼文 記者會 然後踢台的獨家訴訟策略要改成都計法 原本是都根 黃珊珊現在是在拚救自己 不是救阿伯 其實不能講 黃珊珊不是只是救自己 他也有在救克恩哲 那為什麼不先跟柯惟哲講這招咧 你怎麼知道 柯惟哲進去只會說阿伯不知道 因為柯惟哲那個時候心裡還沒準備好 那麼講 我直接 因為我現在不曉得答案 我在猜黃珊珊不會被禁管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會期已經開始了 立法院已經開始了 如果我要 如果黃珊珊是被告的話 或者我要把你列證人的話 我一定在會期以前就動了啦 對 因為要省預算耶 到時候法務部長會被黃國昌叫去立證站好 那這樣Grace頭髮就保住啦 檢調想想說 我絕對不能讓黃國昌罵我們又洩漏了偵查機密 但是有一個人是真正未捕先知 誰 就是蔡壁如 你知道蔡壁如未捕先知到什麼程度嗎 8月15號 蔡壁如在罵黃珊珊 真的是罵黃珊珊喔 他有一段是怎麼罵的你知道嗎 他講黃珊珊啊 就跟金華城一樣啦 他完全閃躲法律 所有的公文上都沒有他的名字 我只是兼任的總聯絡人 人家沒有加這句話 你注意蔡壁如 8月15號在台中他就可以講金華城啦 他就可以講黃珊珊的角色啦 對 黃珊珊參與多不多多 但是他懂法律 所有的公文上沒有他的名字 他用金華城舉例 可是你知道8月15號的時候 我們在講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競選總部的政治獻金啊 政治獻金是小罪小條的 可是在講政治獻金 罵李文中是渣男 講出那句很有名的話 我完全的負責任 我很負責任 說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蔡壁如這時候就是要點名黃珊珊了 蔡壁如知道事情多不多 一定很多 對 我們那時候都還可以講 總部募可那些有的沒有的 對 蔡壁如可以直接用金華城做舉例 我跟你講 黃珊珊也好 蔡壁如也好 他們都知道很多事情 喔 可是這個時候 我要稍微保守一點 不要上你的節目跑法院 我的寶負傘是什麼呢 知道很多 不代表我有犯罪 對 那我問你 知道很多人為什麼不傳 你傳來就得 我用證人傳你黃珊珊 你亂講就偽證罪喔 可是也有一個風險 我是如果檢察官 我傳來黃珊珊來 黃珊珊透過檢察官的提問 可以完全知道我在想什麼 他們在掀併掀 不是 這個遊戲規則對彼此來講 太熟悉了 我問黃珊珊 我出手問哪一個題目切進去 黃珊珊就知道你在想什麼啦 對 比如就像說 這個友台講說 孔鎖定這個用都市計畫法 我跟你講 一開始就是都市計畫法 一開始就是行政參與權 為什麼我這麼講 我們只要回去看監察院的那個彈和文 彈和文就在破這一條 彈和文裡面就直接跟你講 台北市政府當時給金華城 引用都市計畫法第24條 就是不對的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整個金華城農機率給的過程 違背了尚未法律 台北市土地使用分期管制自治條例 我最近被這些自治條例搞得分頭轉向 你們台派很辛苦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學地震的好不好 除了這個還有什麼 你們那個還有一個什麼25條 那個台北市 那個什麼 都市計畫施行制製 施行細則25條 好監察院那一件那個彈和文 林聖豐他們的那個彈和文裡面 其實已經在針對黃沙恩打25條 已經在破了 所以黃沙恩講這些只有幾個作用 第一個 他在告訴審慶金 我們不會害你 這是我們的行政材料給你的 他這句話也是在給審慶金打強心聲 所以我跟你講說要救小沈 要救柯文哲 兩個都要救 這個公開記者會一開 審慶金的律師看不懂 就好像審慶金被搜索那天 還在問的時候問到一半 我這輩子從來不給紅包 而且他有講我沒有給柯文哲 柯文哲這種人也不會收紅包 某一個角度都是安示 傳統他們是高手對決 有準備啊 但是柯文哲進去又可能會嚇到 所以就講說我都完全不知道 就忘記他以前蓋過多少張 見過多少人 好沒關係 那種錯誤 反正檢察官這關是棄手 你一定會起訴我嘛 對 所以我把所有的這些這些講法 我要合理化進化成這個事情 我全部是放到後面 一審 不是計畫法 拼一審 一審嘛 那能不能說服法官再說嘛 還有一個你看那天開記者會 他帶誰 主要都是市議員 林國成他女兒 林國成也到了 其他都是市議員 兩年以後這些都要選連任 一定會被選民問這一題 所以他要就這些 他自己不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看不出來有事 除非 除非有新的事實出來 你要知道 小省身邊的人 甚至想過這件事情 他們怎麼想 省經理生氣不好 你知道 省經理的身體是他最大的武器 起訴 不管是兩個月內或四個月內起訴 再過來就要看法官那邊 法官要開庭嘛 那我身體不好嘛 我就不能出庭嘛 是 這個案子可以拖多久 喔 拖個十年二十年 黃花菜都涼了 神經理已經七十八歲了耶 拖十年他八十八歲耶 我為什麼講這身體是一個武器 你認為就算有罪 八十八歲的人 我們敢關他嗎 對 我跟你講 台北監運不收啦 那神物 如果小省不能突破 柯文哲你要咬我什麼 你就只能咬我徒利啊 對 徒利慢慢打啊 接班人 看雙簧哪一個要要啊 對啊 所以 他整個其實有脈絡的 當然 我講這條脈絡說你 那外面的人會不會相信 很多人會不相信 可是那又如何 我要能夠先拖過去啊 拖到後面 用時間換取空間 也許我找到檢察官 有什麼輸入或破綻 我就可以反攻啊 對 所以訴訟這件事情 開記者會這件事情 他要讓小省身邊的人安心 讓小省的律師知道 同樣的柯文哲的律師也會聽到 他也會聽到 對 這種記者會 不是隨便亂開的 他是有目的的 他傳達了某些訊息 但是 檢察官要說你竄證 我要舉證很麻煩 但是人在 社會書嘛 大家看有嘛 對 就是這麼一回事 對